現在介紹電感 Inductance 電感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兩個線圈 第一個線圈的電流 它會產生磁場 它的磁力線是這個 但是它有一部分呢 會通過第二個線圈 於是就會使得第二個線圈 產生感應 如果通過它的磁力線 它的磁中有變化的話 第二個線圈的磁中有變化的話 第二個線圈就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同樣的道理 第二個線圈上面的電流 它的磁中 也會有一部分通過第二個線圈 如果通過第一個線圈 通過第一個線圈的磁中 如果改變的話 第一個線圈也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這就是兩個線圈之間 互相感應 我們先介紹互感 它還有自感 它只有一個線圈的話 它自己的磁中產生變化 在自己的線圈上面 也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現在我們看護感 這個定義 各位要注意 定義 我們現在是這麼定的 第一個線圈的磁中 在第二個線圈 在第二個線圈產生的磁中 我們用521來表示 那後面這個下標 後面這個下標 是代表第一個線圈的磁中 前面這個下標 是代表第二個線圈的磁中 整個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線圈的磁中 在第二個線圈產生的磁中 反過來第二個線圈的磁中 在第一個線圈產生的磁中 我們就用521 這是第二個線圈的磁中 在第一個線圈產生磁中 這個定義不是固定的 也許別的書上 它就不是這麼定義 也許它就是把第一個線圈的磁中 一擺在這裡 第二個線圈的磁中擺在這裡 所以這個定義並不是固定的 那麼我們就暫時用這個定義 不過各位將來 如果你忘掉的話 你自己定義的話 你可以隨便定義 但是你一定要整個題目 都要滿足你這個規定 規定要完全跟這個一樣 好,那現在我們就說 I want 在空間任意一點 產生它的磁中 產生的磁中 產生的磁中 就說這個地方有個I-1 我們說第一個線圈 這個電流是I-1 那麼我們取一個D-L-1 用Build-to-Savalo 它在空間任意一點 產生的磁中 磁中 就是這個 這個是Build-to-Savalo 那么B1就是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塔 在第二个线圈 穿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那就是521 那它是磁通的定义就是B.DA的积分 B要用第一个线圈 第一个线圈的磁塔 磁通的面积基础 用第二个线圈的DA2 你这一套一定要满足你自己的规定 那么我们再看 因为B1它可以写成相当为A1 B1的Curl B1的Curl A1 那这个呢 我们 像这个 我们可以用Stock's Theorem A1的Curl的面积分可以等于A1的线积分 我们就是在 这个是对C2 就是第二个线圈的面积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线圈周围 周围的这个 就是这个面 它的周围 A1 那么我们现在把A1 等于这个值 带进去 比如说A1 B 就是这个 这个线圈的电流 还有I1的电流 它所产生的A1 任意一点 任意一点 距离它S 远的地方 产生的相量位 是等于这个值 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是说这个 带到这里来 我们就可以得 521 等于这个还是造写 然后呢 我们 带到这里来 这是A1 A1这个造写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 带到这里来 C1已经有了 C2有了 那这个整个 这个积分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提出来 DOTDL 好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又可以把 这一项 4π分之μ0 两个积分 两个 封闭入境的积分 S分子DL1 DOTDL2 乘上I1 把I1提出来 I1提出来 那这个 波谷里头这个东西 你看它 这个是常数 那这些只跟 两个线圈 的结构有关 还有就是 DL1 跟DL2 之间的这个 距离 那我们 这等于一个常数了 我们就令 波谷里头 这个量呢 叫做M21 那M21 就等于这个 我们发现M21 跟M12 是一样的 那M21 就是叫做 互感系数 Mutual inductance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称它叫做 Newman formula Newman formula 那这个 互感系数 M21 就是 第一个线圈上面的磁场 是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 它的这些感应 就是说它会产生感应变动式等等 这个系数 是M21 如果是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在第一个线圈上面 产生的感应变动式等等 这个就是M12 我们发现就是想等 我们将来会有一个立体 会证明这个东西 OK 好 这个是Newman formula 不过 我们将来要求这个M21的时候 不这么这个式子球 不这么精确的球 我们就这样子来看 就说 第一个线圈上面的磁场 在第二个线圈上面产生的磁通 它是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成正比 比例常数呢 就是M21 我们记这个就好了 这个比较容易 而且比较快 用这个的话很难帅 OK 如果是Phi12呢 Phi21 那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在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要跟第二个线圈的电流成正比 那这个就用M12 等等 好 现在呢 我们看这里有两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线圈 它总共有N1圈 这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总共有N2圈 你看我们画的 这个电流的方向都一样 都一样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呢 照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 第一个线圈上面的电流 就是说这个 第一个线圈上面的磁场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成正比 这是它的比例线圈 那我们就写到这里 521 等于L21I1 不过呢 那我们这个讲的是怎么样 是第二个线圈只有一扎的时候 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个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在第二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 把第二个线圈练作 N2圈 小N2乱 不是大N2 大N2是它的总差数 我这个画的是很窄 如果说这个好像一个螺线管一样 那你这些磁地线 并没有全部把这个螺线管练住 只练住它的一部分 N2当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小N2就是大N2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在第二个线圈 产生了磁通 把第二个线圈练住的总扎数 是N2 那这个N2就写到这里 因为这个只是一扎 你现在有N2扎 当然就是这个 好 我们又把这个值 N2乘上 Phi2 Homelina叫做Lamina 2-1 Lamina 2-1 因为Phi2-1 我们是叫它叫做Flux 而这个东西是 等于一个持通链 好像一个链条一样 好像一个链条 把两个 比如说这是两个脚踏车的轮圈 一个链条把它全部链住 叫做磁通链 Lamina 2-1 就是代表磁通链 第一个线圈产生了磁场 把第二个线圈链住的磁通 是这么多 我们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于是我们的互感系数 根据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根据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是互感系数 这个很难记 所以我们要写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定义记起来 定义记起来 就是说第一个线圈 磁场 或者是它的电流 在第二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叫phi2-1 它是跟I-1成正比 比例仓数是这个 如果第二个线圈 这个磁通 把第二个线圈链住N2扎的话 你这里就成一个N2 你这样子记的话 会比较持久 不会临时记错了 复改系数的单位 我们要Henry 亨利 我们现在说 第一个线圈上的电流 如果产生变化 那么第二个线圈上的flux 就会产生变化 对不对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部分 也会产生变化 于是 这个会变化 那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我们知道 两边都取为分的话 就是N2D5-2 over dt 这边就是M2Di1 over dt 根据法拉第 根据法拉第定律 根据法拉第定律 如果第二个线圈上面的磁通 随时间改变 那会产生改异电动式 如果这个线圈是N2扎 那么它的大小就是N2乘D5-2 over dt 这里有个负号 对不对 法拉第定律 这里有个负号 好 同样道理 你这边是负的 这边也是负 不是 我们说这个 你这边是负的 这边也是负的 你这个微分一个dt 这个也微分一个dt 那就是说 Y2 第二个线圈上面产生的 感应电动式 就等于这个值 M21 乘上Di1 over dt 的负值 那这个物理意义就是说 你在第一个线圈上的电流 如果随时间改变的话 它会在第二个线圈 感应出一个感应的电动式 记得这个 这两个都要记 同样的道理 如果第二个线圈的磁杂 这第一个线圈 念出第一个线圈 N1扎的 大N1扎里面的小N1扎 于是就有这个世界 那就是第二个线圈 电流 或者是磁杂 在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铜链 跟I2扎成比 跟第二个线圈的电流扎成比 那这个就是它的不敢习数 那这个就可以写成N1扎2 同样的道理 你把这两个都微分一下 这两个微分一下 这是N1扎2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线圈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如果随时间改变 会在第一个线圈上面 产生感应电动式 好 那么 这是不敢习数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两个相等 OK 再来我们就介绍自感 自感 如果你走一个线圈 本来有大N扎 电流是I 好 那我们发现呢 通过这个线圈的磁铜 是跟电流I成正比 你写成比例常数的话呢 那就有一个比例常数出来 比例常数出来 这个常数就是L L 那L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自感吸收 自感吸收 好 如果说你这个 好像螺线环一样很长 那它的电流啊 产生的这个磁力线 并没有每一根都把这个N扎的电流全部列住 没有 那 只列住其中的小N扎 于是 我们就把这个当做磁铜链 磁链链 我们也是用Laminar来表示 Laminar Laminar等于Nphi 好 那么自感吸收 就是Nphi over I 等于Laminar over I 就是自感吸收 OK 自感吸收 好 那如果这个电流 产生改变 那phi就产生改变了 这个随时间改变 这个也随时间改变 就是这两边就可以对时间做尾分了 对时间做尾分了 对时间做尾分了 好 这个 Defi over DT 成长 N 就是在这个线圈里面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这是反大DT 这是反大DT 改变的模式 那当然 因为这个符号 就等于 DLaminar over DT Nphi就是Laminar 那么这个 Nphi Defi over DT 就是L di over DT 那这个就是说 你一个线圈自己的电流产生改变的话 那么在本身呢 会产生一个改变电动式 它的方向就是用法拉第低运来决定 好 上一次我们讲到自感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自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就是说你这个电流增加 Flux也增加 于是它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跟电流的方向相反 那我们把这个原理写在这里 因为Di over DT 大于零 就是电流随时间增大 它Flux也就随时间增大 那根据法拉第定律呢 EL等于这两项 这个也是大于零 这个也大于零 这个也大于零 因此啊 这两项 成一个负号 就是小于零 小于零就表示这个EL 这个时候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就是它现在 要跟电流的方向相反 你也可以用磁场啊 磁场是这样的 positive sense是这样子的 negative sense就是那样子 如果电流随时间变小 Flexia随时间变小 那EL 这两项就是大于零 那EL就是什么 positive sense 那感应电动式跟I同方向 也就是同方向就是positive sense 你看你用磁场来讲也可以 电流同方向 好 我补充这两项 好 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 例子 一个长为L 我这画得太短 应该画得很长 半径为R 总共有N扎的螺线管 而且这个N扎呢 它是绕得很紧密 不像我画的 这么稀疏 我们要求它的自感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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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你求自感稀疏 你当然首先要把自感稀疏写出来 自感稀疏 你不要去背 你应该就是说 这个线圈它的磁通产生改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线圈的电流产生改变 它的磁通也会产生改变 这改变量跟电流成正比 这个是比例常数 这是它的总扎数 那这个磁通就是这个 这个磁通我们在讲磁场的时候就讲过 好 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你就先算Flux 你要算Flux 你就算B长 B长就是这个螺线环的B长 螺线环的B长我们以前算过 我们讲定这个螺线环很长 好像无限长一样 那这个时候编端效应就不济 那就说卷里头的这个磁场 可以当作一个常数一样 好 我们再看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就是说 有一个螺线环 螺线环 它这个面积 这个是一个方形的 边长都是W I 那么它的平均半径是R 总共有N扎 然后呢 每一扎的电流都是I 好 我们要求这个螺线环的自感西数 我们把它写出来是这个 那你就要求Fy Fy呢 就等于B.DA 那现在就要求B长了 B长我们还是用这个安培定义 因为我们以前求过 因为这个电流我们当作是一种对称的 那么求出来即是这个 以前我不是跟各位提过吗 这个B长的值啊 这个少写了一个Fy Fy的方向 μ0 大N over 2 大家要记住这个 不要记小N 以前的小N跟现在小N又不一样 以前的小N就说 单位长度有多少扎 平均长度 N倍平均长度来处 那只是帮助你记好记 实际上我们要用这个 大N扎 2202来处 就是I 这里要加一个Fy Fy的方向 因为 磁力线 磁力线 我们 加电是这样子 那么 电流是这样 那么磁力线就是这个方向 Z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就是Fy的方向 少写了一个Fy 好 那么这个有了 DA呢 我们就取 它是W 乘DR 不是 DA Fy是这样子的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不是2202 乘DR W乘DR 带到这里头去 那就是B 因为它 我们取它的方向都相同 所以就变成这个 那你把BX 大小 长数拿出来 W拿出来 那DR 的积分 DR 的积分 那就是这个字 Longer Longer 这个字 这个Longer 这个字 OK 这里 这里 写一下 这是DR而已 然后我们就把Fy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得 字改习数 是这个字 好 是这个字以后 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假设 如果这个R 这个 环的半径 比这个W 比这个长度 或者这个长度 要大很多的话 大很多的话 如果R 远大于W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个 这个都称一个R 提一个R出来 提一个R 那就是E加 W over 2R 那这就是E- W over 2R 因为W比 2R比W大很多 所以后面这一项就很小 我们可以把它 画成这样子 就是这个-1次半可以变成这样 这两个乘出来 这个比方加这个比方 两倍的这个 因为这个2R比这个小 大很多 所以这个在这两个 跟这两个比 就可以忽略而不计 于是 这个字就慢慢 符定 E加W over 2R 那我们再用Log的极数 Log E加X 它的极数是这个 那现在这里的Log 这个量 就等于Log 这个量 这个也是比E小很多 那就可以带这个字 于是 Log 这个 就等于这个 那我们 就取第一项就好了 第二项因为太小了 就忽略了 于是 字改西书 就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 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是这个值 H 好 这个是求字改西书 将来我们 会讲到要求 磁能 磁能 磁能有一种就是 2分之1Li平方 你再乘一个2分之1 就变成4 在这个i平方 那这个 那这个 我以后就不再举例了 你们可以把前面的 我讲到磁能的时候 你就把前面的 螺线管 跟螺线管的磁能 因为你都求到这个地步了 那马上就可以求出它的磁能了 我们讲螺线管 L长的螺线管 半径是R 还有N扎 L的N扎 电流都是I 球 这是个长螺线管 我画的不够长了 长螺线管里头的磁能是多少 那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用啊 一个就是 家庭磁能是主张在电流里面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然后你要用这个式子的话 你一定要求 质感系数 对不对 质感系数 它本来是这个质感系数 这里是小N 小N 因为我们现在是 是把这个当作无线长 里头的磁场都当作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是把所有的渣 线圈通通圈住 所以小N就等于大N 那就是这个字 那Fine的Flex 就是B.DA 那B厂呢 我们有安培定律 编端效应不济的话 这我们求过 就是这个字 我说这个也要记住 常常用 那取DA 跟B厂同方向 我们带到这里去 这个同方向就变成B乘DA了 B厂是常数拿出来 DA的积分就是π大R平方 Flex Flex 是这个 Flex 有了带到这里头去 就得到质感系数 质感系数 你把Flex 带到这个里头来 整理一下就变成这个 然后质感系数有了 你带到这里头 就得磁能 磁能就是这个 L 称上I平方 就是这个 OK 好 方法二 是说磁能 磁能 儲藏在磁场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积分 要包括所有的空间 All space 那你就要先求磁场 跟DETALE 磁场 还是一样 跟前面一样 我们假定 边端效应不济 那磁场 管内就是这个 管外就是这个 现在你要管内也要求 管外也要求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是All space All space 包括管内跟管外 刚刚是 不包括所有的Space 我们知道磁场 在外面是 要求里头就好了 现在它里外都要 所以这个积分 一个管外跟管内 十三球出来 要取DETALE 对不对 DETALE 我们先不管它 因为这个磁场是个常数 所以你带到这个狮子里头去 那么它就可以变成这个狮子 这个套 这个套 这个 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管内 管内 管内 因为管外是0 管外是0 是管内 这个写管内 管内的体积就是A乘DL 接面积的长度 那么 乘出来 这个就跟 这个是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跟这个一样的 2L μ0约到一个 其他都一样 n平方i 对不对 好 你磁能有了 就说这个 因为你磁 磁能可以用磁场来求 自感系数 不要经过 自感系数 因此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磁能 来求自感系数 由磁能来求自感系数 你看 求出来的指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部分就是说 你有了磁能以后 就可以由磁能来求自感系数 只是证明这一点而已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一个 螺线环 环心 是一个正方形 长跟宽 都是W 不是求自感系数 求它的 磁能 求磁能 好 磁能 第一个 我们是以 假定 磁能出伤在 电流里面 那现在 里头的磁通 把N扎通通练住 所以小N就等于大N L就是这个值 那Flux呢 是B倒的DA 这个 B厂 还是由安培定律 可以得到这个 我说过这个你要记住 这是一个向量 方向在这里 顺时称方向 我们取DA跟B厂平行 DA是什么 就是W高度 乘上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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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们就得Flex 等于BDA 好 我们把这个 积分积出来 它就变成这个值 其实这个应该要用大R R比较好 就说我取它的平均半径 平均半径 平均半径才可以用这个 跟这个 然后 当R远大于W的时候 这个值 是等于 等于这个 你这个可以把2R提出来 后面这一项 就比前面小很多 所以这个要把它展开 变成这个 然后到了这个式子以后 这项就不要了 因为它太小了 就用这一项 所以logger E加X 因为logger E加X的极数是这个 极数是这个 那么我们logger 这个值 是等于logger E加 W R 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只取第一项 就是这个值 好 于是质感系数 就是质感系数 就等于 Mu0 N平方 W平方 over 2πR 把这个带到前面的 质感系数里面去 然后磁能 就是等于这个 乘上I平方 等于这个 磁能 这是用 用这个方法 这是质感系 这个质感系数是这个 我这个大概是 后来架东西 所以没有把它的顺序弄出来 这个就是原来的质感系数 原来的质感系数 好 最后质感系数 求出来是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带进去 磁能就是这个 好 这都没有改过来 第二个方法 用磁能处装在磁场里面 你先求磁场 磁场还是一样 我们用安培定律求 管内是这个 管外是这个 好 去Dta Dta就是等于 2πr 2πr 乘w就是里头那个墙 乘上dr的宽度 OK 好 我们就得磁能 等于这个 好 这个值 这个就是这个了 我这个多了一个 好 然后我们就把磁场 用这个带 这个用Dta 然后这个积分积出来 这个积分积出来就是这个值 然后 不是 还没有积 这个 画出来就是变成这样 积分以后是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最后 因为W远大于 R远大于W 它就骂骂呼呼等于这个值 就是这样子 好 因为磁能求出来了 磁能可以从磁场来求 不要经过这个 质感习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求质感习数 这个得出来的质感习数 跟我们刚刚得的完全一样 与直接算出者相同 OK